你有沒有帶草莓醬 準備判斷玉山主峰 就看到雪白冰線 彷彿天降剉冰 讓嘉義達邦國小師生超級興奮 小朋友張嘴品嘗最天然的雪花冰 清晨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冷空氣發威 不只玉山很有北國風情 荷歡山上午也下冰線 雪霸國家公園的雪山主峰 也是一整片銀白世界 降下立東以來首場瑞雪 下雪的機率其實今晚到明天 相似會是比較少的 算是最低的 那剛才提到從12號開始的話 在中層的水氣會開始增多 所以12號之後 可能在中北部的話 3500以上的高山 也許還是下雪 或下陷的這種機率 會再度提高這樣 想親眼見證雪花片片 近期要到12號週五之後 台灣附近水氣增加才有機會 到時還得搭配低溫才行 從氣象學的資料來看 11號清晨是這波冷空氣 最冷的時間 北部低溫13空曠地區 下探到12度 接下來幾天 一天天暖一些 14號週日最有感 東北季風減弱 北部低溫還有18度 高溫甚至上看24到25度 今天晚上的話 整個地面高壓會難到達華南 這一帶 所以台灣地區 在一個比較偏乾的環境之下 所以今晚到明天清晨 受到東北季風再加上 水氣比較偏乾 天空比較晴朗 會有比較明顯的 輻射冷卻效應 雖然白天看起來 北部雲量減少 有陽光灑下 至少20度以上 但入夜到隔天清晨 一口氣下降10多度 民眾外出 記得洋蔥是穿搭 清血管疾病患者 也要特別留意 巴拉新聞馬上一張 龍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